弟兄姐妹们平安 师班以欢快的歌声 带领我们进驻敬拜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主日 是我们的宣教主日 但这个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宣教主日 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位宣教师来 分享他的呼召他的事工 但是我们却请了六位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 来分享他们的使命 作为我的信息 就是每个人的宣教使命的例证 这些弟兄姐妹跟我们都一样 他们有自己的工作 有自己的家庭 也有自己在教会的服事 但是他们却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把宣教使命当做了生命的 生活的一个部分 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 主求你的声音在这个殿堂中回响 求你拆遣我们 你让我们回应 主我在这里 请拆遣我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来先来同声 诵读今天的经文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大使命经文 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 我们一起来请 这段经文是在耶稣生天之前 对留在地上的门徒的颁布的大使命 我们都非常熟悉 耶稣说他已经有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这意味着没有什么可以胜过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使命已然成就 这是主所命定的 是毫无疑问的 是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参与 那门徒在地上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 以前其实这段经文 至少我去年分享过 我知道之前我们至少三次 这段经文从19节开始 只有一个动词 其他的看起来中文看不太出来 但是其实在原文中都是分词 来修饰这唯一的一个动词 那这个唯一的动词是什么呢 不是去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make disciples of Jesus 做主的门徒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这是唯一的动词 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所有 他的门徒的使命 那其他的分词就是告诉我们 怎么样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 第一个分词是说 去 所以你们要去 去意味着 不是在教会里边 不是在我们觉得最舒服的地方 不是对着我们的基督徒弟兄姐妹 而是对着这一个不幸的世界 走出去 对着不幸的人 去意味着宣扬 但是不仅是只是去讲述福音 更是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 展现福音 彰显基督的荣耀 这是向外的呼召 去使人做主的门徒的第一步 那第二个分词是 奉父子圣灵的名来 为他们施洗 给他们施洗 这是一个向上的呼召 为什么施洗是向上的呼召呢 因为施洗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是确认一个人真正愿意尾身 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 在众人面前 他愿意与神立约 进入基督圣洁的身体 成为教会一份子的圣礼 我们教会 弟兄姐妹正在报名 参加受洗班 为什么有一个受洗班 就是要确认我们的信仰 并且让大家明白洗礼的意义 是归于父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团契当中 是敬畏遵从神的圣礼 就是向上的呼召 那第三个分词就是 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教训遵守 这个第三个分词是 我们的教会中的教导 我们一生的门徒生活的操练 所以光是去 然后光是给他受洗 是不够的 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大使命 也包含我们一生 在一起来让人做门徒 我们自己做门徒的操练 这个是向内的呼召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宣教使命 这意味着 如果你愿意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却自己不愿意做主的门徒 那你自己真的不是在 真正的愿意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是从我们做主的门徒开始的 所以我们在热心说 我们要出去宣教传福音的时候 首先要问自己 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做主的门徒 事实上 礼拜五我在一个小组里面 听他们分享的时候 说使自己的孩子做门徒 首先自己要做门徒 因为这是最重要 很可能是我们作为父母 最重要的一个使命 自己做门徒 才能使孩子做主的门徒 同样的 要使自己的亲人做门徒 要使自己的同事做门徒 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首先我们是不是主的门徒 那同时呢 如果你说我愿意做主的门徒 却不愿意去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那你不是真的愿意 做主的门徒 因为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是主给门徒的使命 信仰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使命 真正的门徒 是自己愿意做主的门徒 也愿意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那有人说 我两样都不干 怎么办 那就忘记了向上的呼召 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个部分 教会的存在 是因为神有一个使命 对神的敬畏 对神的顺服 这是每个人的宣教使命 那怎么样参与 每个人的宣教使命呢 我们不能光说不念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会听到七位 但是其中有一对是母女 他们自己的见证分享说 他们的使命故事 我们首先请这个Joe 宁渝乔弟兄 上来分享 他透过短宣队 参与宣教使命的经历 第一次站在这里 不是带着师哥赞美 有点紧张 如果我们看到 上帝给力量 如果以前问我说 为什么我要去短宣 以前我会回答你说 我会很诚实的回答说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没有去过 但是觉得这是一个 上帝喜悦的事情 可以全家一起去服事的话 会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 那我就花下面几分钟时间 让我分享 在台湾平临的这一本故事书 那这本故事书是什么呢 这本故事书是关于一堆 一群爱神的弟兄姊妹 在平临十几年耕种的一点异地 它是一个游写 因为有很多的蚊子 有泪 有更多的汗 因为很累 真的很热 的一本书 它是一个描述人的行为 但是事实上你看到 神在里面主导的一切 而我们全家有幸 在过去的两年 一起在撰写 这本故事书里面的两章 我认为上帝在每一个服事里面 都放了一个口香糖 祂在这里面 为你尝了一个 尝了一个独特的滋味 当你去接受这个事工的时候 就等于把这个口香糖 放到嘴巴里 你可以什么都不做 它会有淡淡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用心聚焦 就像你在事工上用心摆上 它会有一个特别的味道 那更棒的是 如果在事工里 你对上了神的频率 那那个感动 那种独特的味道 独特的滋味会流到你的心坎 是你一辈子唯位无穷的 台湾的短宣 每天是非常扎实的 从一下飞机穿上台湾的制服 走在平临的镇上 大家都知道你来了 我们也知道我们又来了 对不对 我们又来了 我们是要来栽种福音的种子 每天从早到晚的活动是真的非常大事 虽然身体很疲累 但是每天早上我们用神的话语开始 每天晚上我们用神的话语结束 从头到尾都是充满了无私的爱 那团队的孩子都是在这里长大的 他们的中文水平事实上是有点低落 但是他们为了传达从神而来的感动 给当地的学生听 他们很认真用拼音一个字一个字 把它讲出来 然后甚至跟大人间练习 在台上一句一句话 讲给一下的拼音学生听 学生听完以后 这个其实是目瞪口呆 可能一支半简 但是我相信他们都懂得 也体会得到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用心 那甚至于呢 对不对 甚至于在唱歌的时候 我们也是用中文歌 而在离开的时候 他们花了 他们真的是埋头苦话 话了八个小时 一个字一个字用中文 写那些小卡片 给当地的学生作为 作为这个再见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而在短圈期间 我们也经历了很多肉体上的软弱 所以我们学习用壁词 壁词用祷告 来扶持 一开始的警文 因为证件问题而延迟出发 莫莫莎因为发烧 生病了 我们一起为她祷告 她说好冷的时候 全宿舍的被子就跑到她身上 一个人带了六件 一个人盖了六件 佩尔森中暑 卡拉被蜜蜂钉 有过敏反应 我们一起学习 按手祷告 路过难关 为什么 因为在人看起来不能 但是在神是无所不能 而孩子们在两个礼拜中 建立了革命感情 成为属灵伙伴 我们每天都必须要清扫教室 每当是有女生 每当换女生 该清扫的时候 其他女生就会赶快跑过来一起 把垃圾清干净 如果是换男生的时候 也会有其他男生跑过来 他们会制造更多个垃圾 给他可能介绍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了神 神创造人的幽默 那也有机会拜访当地的老人家 他带着我们看他的茶具 跟我们讲解茶叶的制作过程 也带我们去看他的茶园 整整的晚上是满满的故事 也充满了满满的茶香 我们遇上了台风天 损失了两天上课的时候 但上帝让我们团队有更好的连结 一同在暴风里面 我们走去全家吃午餐 在玩团体游戏的时候 看到了这些孩子们的天马行空 但是更神奇的是 之后在最后一天 学校愿意调整他们的课程 让我们可以一整天 可以跟这些孩子们 可以做最后的交配 短宣的目的是什么呢 短宣的目的不仅仅是传福音 服侍当地的人 也是建立参加服侍弟兄姐妹的灵性 这两者都重要 但是对我来讲 更重要的是建立自己 深化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 这两次的短宣不仅让我们一家 在纵向里面 跟神有了更好的连结 在横向里面 也是彼此之间能够更加的亲密 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关系 我们有说不完的故事 我们有说不完的分享 这个说不完的分享 也在服事里面 我们清楚的看到神给我们 跟在平临土地的祝福 圣经上所说 施比受更有福 在服事里面 我们真的亲历了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 在短宣的时候 肉体上真的是比较疲惫 但是心里面 永远是满满的收获 所以如果你有感动服事 我鼓励你绝对不要磨灭它 讲完了 谢谢 旧的这个分享 它其实有一点非常重要 他们在台湾已经 我们所有人 可能很多人参与过 在台湾有十多年的时间 在一个地方扎扎实实地 学习当地文化 造就门徒 改变了这个城市 这个城镇的 整个的文化 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感受 所以他们是全家宣教的使命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 另外一个短宣对中的母女 他们也是一个全家宣教的使命 我们请Cherry和Grace 弟兄姐妹平安 我叫Cherry 这是我女儿 大家好 我是Grace 外面你这回第一次去墨西哥 短室你有什么感受 对我来说 我就特别感恩 在那一周里面 我可以远离所有的工作 还有生活的琐事 然后每一天就从早上 最早的灵修 然后敬拜 然后到外面去村子里面 去给当地的人传福音 为他们祷告 就这样一天的下来 就让我觉得 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事情 我可以专注在神的国度 有一种把我自己 完全分别开来的那种 就是和神完全在一起的 那种确信感 你呢 这是你第二次的墨西哥短宣了 你有什么感受 我这回第二次看到 有很多熟悉的面孔 去年有一个小伙子 他叫Fernando 他有一个我们队的人 跟他传福音 然后今年我们有同样一个节目 他就过来就洗礼了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每一年上帝的信实 今年也是我第一次 跟家人一起去墨西哥 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可以跟他们分享 我在墨西哥的回忆 妈咪你这回去短宣 有什么挑战吗 因为是去墨西哥嘛 所以就语言上是不通的 所以对我来讲 和我们就一起去墨西哥短宣 很多家庭都是一样 就是我们不会讲西班牙语 但是感谢神 就是也让我们有机会 和当地的长期宣教的同工 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 我们出去为别人祷告 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都会帮我们翻译 并且神很奇妙 我记得就是在短宣当中 让我感受最深的一个 一个情景之一 就是我们第一天到那的时候 我们早上当地的同工 用西班牙语来敬拜 然后又唱那个西班牙语的歌 我们就 我自己是一点都听不懂 但是神就让我看到说 当时他们在带那个 Reckless Love那首歌的时候 神就让我看到 主耶稣就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他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 所以虽然我完全听不懂 但是眼泪就不住的就流下来 那你呢 因为你是会讲西班牙语的 那你的挑战 没有语言上的挑战 你有没有其他挑战 我觉得我的挑战就是 因为我所有人 我比较认识 我也知道 就是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的挑战就是 不依靠我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有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的经验很丰富 或者觉得好像我们自己可以 就不会依赖神 对我给我们的这个能力 有的时候可能我的骄傲 还有经验会变成 很多其他人 信靠基督的一个障碍 所以我要继续 让上帝把我变成一个更谦卑 而不是骄傲的人 你这回去短宣有什么 就是这个短宣对你的影响吗 我其实刚 那时候刚从短宣回来的时候 我其实非常郁闷 因为在短宣的时候 就经历了一个属灵的高峰期 然后回来之后就特别渴望 能够继续停留在那个属灵的高峰的那种状态 但是一回来就被工作呀 然后家里面的各种琐事就一下子就把自己又埋起来了 所以我就一直在跟神祷告 就求神把我带回到墨西哥的那种状态 但是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 神就让我清晰地看到说 当时彼得和耶稣一起上了山 看到耶稣登山变相之后 他也特别渴望留在那个山上 但是他一定要从那个山上下来 所以神给我的提醒 就是说我也要从我在墨西哥的那种属灵的高峰 回到我的现实生活当中来 在我每一天比如说我在准备浴察材料的时候 或者我在工作当中带领我的学生一起就做大学深学的时候 或者在家里面准备晚饭的时候 这些地方就是神要我去服侍他服侍人的地方 这个是我自己回来一个很大的收获 你呢短宣了好几次 你有什么你觉得短宣对你来讲意义在哪里 我觉得短宣的目的其实是可以了解上帝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做工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给自己很多压力 觉得哎呀我要我要传福音 要学那个他们那儿的语言 有很多这些压力 但是其实上帝就是想想邀请我们来来过来看看 他在做什么 come and see 所以我觉得就这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这么一个体验 可以跟那儿的长期的那些宣教师 听他们的听他们的故事 听他们能怎么怎么看到神在他那儿的做工 对其实就回来之后也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跟其他人分享神在墨西哥或者在其他的地方的做工 还有他的他的善他的良善还要信使 阿们也期待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加入短宣的团队 谢谢 宣教的家庭是一个蒙福的家庭 这一起做主门徒 也是十万名做主门徒的一个部分 那短宣队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 我们接下来四位呢 其实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 原来这个也是在我们教会中间 很多弟兄姐妹在参与的宣教 我们首先来看 一个事工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使命 我们请黄瑞姐妹 弟兄姐妹平安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跟我先生的背景 我们是2015年来到ECC的 然后我们来到教会之后 很快就加入到我们教会的家庭事工 我们的初衷不是因为我们想未来接受培训 然后去服侍和为主做见证 而单单是因为我们自己非常的需要 因为我们两个在刚结婚没多久之后 就从一个甜蜜期很快地跌入到了一个磨合期当中 我们当时觉得很困惑 我们两个也接受过婚前的辅导 然后我们结婚之后也有辅导在陪伴我们 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两个很相爱 但是我们中间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矛盾 然后很难去work out 所以当我们来到ECC 我们听说ECC有家庭事工 我们觉得我们很需要 我们真的很需要 我很需要神去改变我 然后帮助我成长 我很需要神去翻转我的心思一念 然后教导我怎么做一个妻子 还有一个母亲 然后我也很需要弟兄姐妹们的陪伴 分享支持 然后感谢神 他没有把让我们独自前行 而是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有爱的 这样的一个group当中 然后在前牧师让我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 主题之前 我其实没有把远东家庭事工 当做一个宣教来看待 但是当我 因为我觉得以前就像 我觉得宣教 所谓的宣教应该是 像刚刚他们提到的 短期或长期去到一个社区里面 去传讲神的福音 但我把这个概念 跟我们的家庭事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确实是 特别在今天听前牧师的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有很多的感动 我们的服饰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是给其他的教会 去做training 然后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家庭事工 但是其实用training 或者是培训这个概念 来定义我们的服饰 其实是不太准确的 因为我觉得整个过程 其实对不管是参与的人 或者是去做培训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自己的尾身 首先我们要愿意将自己 还有自己的家庭献给神 愿意去被神改变和使用 对我们所有参与的人来说 我们都不需要经历到建造工程的人 然后谦卑神去改变和建造 我自己personalize的一个感受就是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断地 向神去臣服和尾身的过程 是我一次次在自己的失败当中去经历 从神和配偶给予的恩典 然后也是在承认自己的有限当中去经历 来自于神和人的饶恕 然后我自己能够一次又一次地 回到神的应许和神的教导里面 因为这个极大的恩典 所以我心里面很期待也很渴求 然后被神继续地改变和逃造 我也很希望其他人能够尽意 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经历 想到圣经上的一句经文 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然后回到我们的事工 大概在两年前Joy告诉我们说 OK远东要开始在全球的各个的华人教会 去建立那个家庭事工 帮助他们建立家庭事工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有点不确定 因为我们当时刚刚结束了两年的疫情 然后很长时间的线上的敬拜 还有茶敬让我很希望跟人面对面 能够看到别人的表情 而不是在video off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别人还在不在线 有没有在听 所以当时我有点点怀疑 但是是出于对于同工的信任 还有我自己很认可家庭事工的重要性 所以还是跟着大家一起加入了 但是神通过事实来向我证明 线上的的确确有线 但是线上的有线不会限制到神的工作 有一个特别让我感动和震撼的例子是 我们服侍的一个教会 他们有四个小组 就意味着同工在相同的内容 他总共要讲四遍 然后每次聚会结束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凌晨一点钟 但是这个教会在结束完 他们的培训之后 他们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事工 然后他们开始心地一轮 他们可以自己独立地去train他们的同工 并且去服侍他们教会一面的家庭和单身的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是神非常非常奇妙的工作 然后更奇妙的是 等他们后面再跟我们来分享的时候 我们再听他们的分享 他们的见证 还有他们的整个过程 建立的过程 我觉得我们反过去可以向他们学习和借鉴 我自己对于这个服侍很喜欢的一个内容是 我可以认识世界上各个地方的华人的弟兄姐妹 有马来西亚的 有卡塔尔的 有美国其他州的 还有中国尼迪教会的 就是我们虽然处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区 然后我们的经历也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但是我常常可以看到 神在每一个愿意自己去委身 或者是愿意委身的家庭当中 开展很奇妙的工作 通过这个神不断地在告诉我 这不是人的工作 而是他的工作 而我们这些服侍的人也不是我们在做 而是我们在跟随神而做 今天时间有限 这是我自己很简短地分享 然后我很推荐大家 也可以去问一问其他的家庭施工的成员们 他们自己的经历 我相信他们有很多很奇妙的分享 谢谢黄瑞 他们在国度中间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的施工 更加地帮助教会建立门徒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教使命的部分 他们刚才是通过网络来参与 当然也可以透过实体的进行 但是以下这位姐妹 她却参与了一个完全在网络上所进行的宣教施工 是向其他国家的陌生人来传福音的 并且把他们带到教会的一个宣教使命 那么来听一听林优娟姐妹的宣教使命故事 去年在一次妇女会的崇拜中 林优娟姐妹提到自己回老家的时候 看到那么多没有信主的人而感叹死 我也想起自己在老家看到那么多没有机会 听到福音的邻居朋友 但我却没有勇气去向他们传福音 突然眼泪就游出来 我感觉我的心也没有那么痛啊 不要再游泪了 好尴尬 但眼泪就是止不住地涌出来 那一幕深刻在我心里 变成一种无形的力量 推动着我做出接下来的每一个选择 那时候我虽然对传福音有了负担 但具体怎么传 假什么都毫无概念 接下来就参加了教会提供的 温哥华神学院的三门课 一个是宣教历史 还有基督徒关顾邪谈 个人多元步道 这些课不仅仅是一种神学的知识 技巧或方法 更是一帅打开的大门 让我看到神怎样不离不弃地在 近代子民中的拯救 也让我更加深入地看到我自己 个人生命的品格的亏欠 我求主亲自地带领我来走前面属灵的道路 在与主同工的过程中来进一步地亲近主 承接主要赐给我的生命 为了完成多元步道课的作业 我加入了我们教会启发科的同工组 经过辅音执事的介绍 也加入了这个SFGN与神和好 网络传辅音的平台 加入这个SFGN团队也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面试审核和培训过程 所以让我更进一步地知道怎么样去传辅音 加入之后 每个义工会配有一个区域的ASD来作为随时的协助 以及团队信息的更新 还配有一个祷告的勇士 来为团队辅音工作和访客的救恩来一起祷告 虽然是个人台道 但后面有一整个团队的同工来误下支持 做神的工 我发现随着科技的发展 以及疫情的关闭 把很多人的生命吸引到了网络事件中 特别是很多年轻人 别得越来越不愿意出门去参与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 很多人就像真的是迷失的灵魂 百无聊赖地飘荡在网络的社交媒体中 所以网络成了一个巨大的核查 所以SFGN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里面打广告 来吸引这些有感动的网络 通过点击这些广告 经过初步的系统三选 连统到我们的传福音平台上 我们对他一工就可以与他们展开一对一的文字来进行对谈 通过打字聊天的模式来进行生命关怀 与进一步的传福音 我想哪怕是领导到一个活在黑暗中的人来到神光明国度 那么我的板上就是很值得了 就是本着这样的一颗心开始了这个服事 虽然打字交流没有像面对面讲话那么直观有效率 但也应着打字交流的模式 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不断的下主祷告 寻求神要传导给他们的旨意 操练自己以基督的心为心 也从中看到自己一不小心就会出来自己的仁义 有多么的骄傲会论断人 多么的欠缺 谦卑柔和同理的心 所以主真的赦灭了我从小那种嫉恶如丑 对别人的难处麻木不仁的罪 让我的心也变得越来越柔软 也变得能与哀哭的人同哭 所以弟兄姐妹们 虽然主给你的恩赐不完全是在学教上 也不能参与长期或短期的实质性的学教 但只要我们的心记住主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多可以随走随船 让主的生命的活水 在我们的渠道中流动起来 就像SF间网络学教 我只要每天能摆上半个小时来为主所用 在引领祝福网络访客的同时 也让主的生命更加的来滋润 吩咐我 更进一步的减净自己的生命 让身边的人也更加因为我自己生命的改变而得福 谢谢 谢谢刘师姐妹 现在这个科技的数字技术 可以让我们把福音从任何的地方传到任何的地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常常说我们教会是以小组或者团契作为教会群体的主体 那可不可以以小组团契作为单位来一起来参与一个宣教使命呢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汤华堂弟兄的分享 弟兄姐妹 平安 那我是约翰团契的代表来 来分享我们所参与的社区宣教事工 在去年春季的时候 那福音使命系列开始的时候 教会希望团契各小组来开始筹划这个外展事工 从这个外展事工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神走出去 走出我们的舒适圈 然后在宣教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去看见神如何他自己亲自的做工 所以我们约翰团契经过祷告分享 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 来寻求神的带领 然后我们选定了一个目标 我们踏入这个社区的服事 踏入救世军的事工里头 那在这个3月13号 这是我们第一天开始 这个牧师带领约翰团契的弟兄姐妹 在教会里面一起为这事工祷告祝福 这事工能够造成的心意来完成 开始的那一天 我们来到了Cross Road Park 在这一起一起祷告 一起分享 然后我们走向我们的目标 我们就来到了Elbert House 在Elbert House有著有华人基督徒 他们也有传福音的意象 他们借着跳赞美诗歌来传讲神的福音 那我们姐妹们也加入了他们的服事 跟他们建立友谊 来担心他们的生活 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在Elbert House里面教一厅 跳赞美操 我们的弟兄们也会加入 以后我们扩大的时候 那在4月6号 这个是我们每周都有为着宣教施工祷告 在4月6号在Margaret家里头 我们有这个团区的聚会聚餐分享 为着这整个施工来祷告 那做这整个施工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把他们带入教会 他们能够信耶稣 那我们所传递的信息 那就是不仅是各个小组 的目道也是我们邀请的对象 这是去年在圣诞节的时候 的一个外展施工的聚会 那我是去年开始第一次加入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要把他们带入教会来 因为从主热崇拜 他们是经历到神的同在 也听到从神而来的信息 帮助他们能够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 这些都是我们所邀请的对象 那外展施工里头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聚餐 各家都拿出他们各家有名的名菜 如果你们愿意来参加 相信你们不会后悔的 在饭后的时候 我们有启发的课程 借着启发课程 我们可以彼此分享 彼此交流 让他们更多清楚知道神的爱 饭后我们会分个四个小组 各个小组针对他的对象 来更多了解到我们福音的对象 他需要是什么 让他知道神的爱是什么 那在夏天的时候 尤其是今年夏天 是非常好的季节 我们常常会每月一次的外展施工就会到野外去 去那里有跳赞美钞 也讲神的福音 也让他们知道神是一个大爱 那这在我们的展望是 那目前我们知道这个Everhouse 它有五十位的住户里面 有一半就是华人住户 那我们有一个希望是能够在当中建立一个 这个Bible Study 就是这个茶经班 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神的圣言 知道神的爱 那我们也要把这样子的服饰 能够扩展到其他的社区去 比如说 Samamish的社区 或者Vicky所住的那个社区里头去 还有 在不久将来也能够扩展更大 大家看见是 讲人家蜡烛 那在这里头 那我先分享我自己 那在5月8号 我是第一次被姐妹们来邀请 加入到姐妹们的探访 作为一个弟兄去探访姐妹很奇怪吧 但是他们说 我们探访的对象是一个科学家 他情义研究 他是一个年长者 那基于我过去的职场的经验 或许对他们的 这次的探访有帮助 那感谢神也让我有机会 让我所学的东西 能够稍微分享给他 让他知道他的问题 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应该要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 所以提供了一些建议 那从这建议当中 我们可以跟他建议更多的友谊 那我们几乎每周有一次去探访他 让他知道我们在关心他 在爱他 那这位木道友 不幸的事情是在6月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车祸 在这车祸当中 他当时神的保守只让他昏迷而已 在医院里头醒来之后 他感谢神保守他的生命 那在这住院的当中 弟兄姐妹能不时的去探望他 告诉他 神爱他 他复原之后 现在在已经几乎是康复了 那我们的探访 我们的关心给他很多的触动 他看见神的爱在我们当中 他曾经是一位说 你跟我传心 我永远不会相信的 这是一个非常顽固 他的心可能有很大的石头在里头 但是神让他软弱下来 神的作为之神也非常奇妙 因为神动功 动得奇妙的功 让一个丸石慢慢的软化 让他成为一个肉心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神的爱已经触动了他 希望有这么一天 不久的将来 他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他需要耶稣的救恩 最后我用这个点燃蜡烛来提醒我们 愿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我们的生命像一根蜡烛一样 我们要照亮在人前 我们要怎么样用行动来表现 那人们会看见天赋在我们当中 就像那位木道尔说 我们还没有看见耶稣 但是我看见耶稣的爱在你们身上 谢谢各位 感谢主 这个宣教是一个团队的侍奉 小组团其实最佳的使命的团队 约瑟团契可能是我们教会里面 最年长的团契之一 但是他们却活出了如此年轻 有活力的生命 宣教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年轻小组们加油 最后的确是一位年轻人 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个 一个人的宣教使命 我们有请赵帅弟兄 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是赵帅 来自童心小组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 主席回国的故事 也是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可以 这个暑假带着家人们一起回到国内 这次之前已经是很久的故事了 基本上是疫情前的故事 这是我信主受洗之后的第一次回国 我觉得整个经历当中呢 神给了我完全不一样的眼光 来去看待我曾经出生 成长 经历过的地方 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想不想回国 对不对 大家都想很过去 因为国内有很多的家人朋友们 同时呢 大家回国最想做的是什么 吃吃喝喝 没错 是吃吃喝喝 对不对 因为大家知道 国内八大菜系 各种特色小吃 吃的东西非常的多 然后又物美价廉 相对于这边的 这个cost来说 基本上等于不要钱 是不是 而且就是各种菜系 已经卷到了天花板 但是就是在 我回国一样 有这样的经历啊 就是跟朋友们 吃吃喝喝 非常热闹 但是 深入交流之后 神给我一个 不一样的视角 我看到的是 一个个破碎的灵魂 大家在吃吃喝喝 谈论的时候 而且看到是非常紧张 甚至错乱的人际关系 和家庭关系 家庭当中 有非常多的 婆媳之间的关系 甚至同事之间 在这里面 我看到了 有很多 我沉迷于烟酒的朋友们 每天至少抽两三包烟 跟我说话的时候 一直在渴 还有 在村子里 我也看到很多的 留守儿童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把金钱看得非常的重 仿佛有了钱 就有了地位 可以活在别人 崇拜的眼光当中 但是对孩子教育 却漠不关心 孩子整天 就是抱着个手机 在那不停地刷 小学就戴上眼镜 有些小学生 甚至高度近视 还有的朋友 随意地流产 或者仗着自己的权势 包养了很多情妇 放任肉体上的情欲 有人说 赵帅 你说的这些事 我都知道啊 这些新闻媒体上 我都见过 一点都不新鲜 整个社会 都是一个堕落 和充满罪性的社会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就是说 当这种环境 这是你曾经出生的环境 你曾经经历过的环境 不是那些 在新的媒体上遥不可及 当这种环境 真正你感受到的时候 会有一种 非常强的震慑的感觉 因为什么 因为我也可能是 曾经的一员 如果不是十年前 来美国认识主 我相信我跟他们 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生活的常态 陷入最终 没有办法脱离 一辈子就是活在 没有希望的黑暗当中 而我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更多地认识到 自己的罪性 我自己也是越来越感恩 耶稣对我的救赎 圣经上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 还是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 我们能听到福音 是多么大的荣幸 我们能重生得救 是多么大的恩典 所以圣灵真的是感动我 要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 而这时候我感觉 自己也仿佛被 整个圣灵所充满 当然就开始了 我这个应传福音 这个图呢 就是我这次回国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 像打游戏战一样 去了很多地方 从我的老家 苍州去了北京 又去了德州 西安 安徽去了同龄和黄山 然后就去了上海 一路上 真的神感召我 就是让我 非常的勇敢 去reach out 陌生人 去跟他们 分享自己的经历 在高铁上 遇到一个德州的阿姨 山东那个德州 带着孙子和孙女 去西安游玩 然后我就主动地 跟他们去交流 这个阿姨说 知道我在美国 拿了博士学位之后 就非常想让她的 孙子孙女说 向我学习 但我更想分享的是 在我生命的改变 所以我跟她聊了一路 我自己信主前后的变化 作为这个农村人 没有人比我更知道 学习有多么重要 提供尽力 刻意而为 不断地和时间赛跑 这套流程 我再熟悉不过了 但是就是在 这种过程当中 却失掉了神的救赎 还有的朋友 夫妻之间 非常紧张的关系 先生整天忙于工作 和应酬 从早喝到晚 忽略了妻子的一些感受 神就感召我 正是情不自禁地 要和他们去分享 我跟我太太之间 关系的改变 感谢主 就在我回到美国的 一周以内 我收到了 字节跳动 TikTok的offer 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机会 希望我把福音 带给更多的中国同事们 真的 我们有时候 经常会探讨 我们这么辛苦的 努力工作 没日没夜的加班 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太多的困惑 这些都是需要 耶稣基督可以回答的 回到美国之后 我还见到了Joseph 我特别地说到 真的是羡慕 你可以自由地把福音 带给自己台湾的家乡 在大陆 却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 但是神不抛弃人 神的大能 超乎我们的想象 也是恳切地祷告 福音有一天 可以传遍中国 这将是非常大的奇迹 但是靠着神 我们做得到 谢谢 谢谢赵帅 谢谢我们今天 所有分享的听众姐妹 他们带给我们 很多的鼓励 也是很多的启发 有一次有一位 美国最大的宣教机构的 同工给我分享说 他们筹款训练 在东亚拆拍了 两百多位宣教士 去教英语 跟人建立关系 传福音 我非常感恩 他们的施工 但是我在听 他的分享的时候 我不住地想 当他们需要 花这么多时间 这么多金钱 找到这么多的人 去学习 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 如果我们教会 上千的弟兄姐妹 借着我们 已经有的关系 联系 同学 朋友圈 顺服主的呼召 建行每个人的宣教使命 那我们可以覆盖的 广度和深度 会远远超过 美国最大的宣教机构 可以覆盖和动员的程度 一个教会 宣教使命的完成 依靠的不是宣教机构 而是普世教会的每个人 就是你和我忠心地做门徒 西雅图已经渐渐成为 连接亚洲和美洲的 重要的桥梁 你知道来西雅图 最大的族裔群体是什么吗 印度人啊 但其次就是华人 这次洛杉大会 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全球宣教 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 已经从传统印象里的 从西方到东方的拆派 到了全世界 向全世界的传播 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我们在家乡的亲人 同学朋友 我们在西雅图公司的同事 社区的邻居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宣教工厂 是我们每个人的宣教使命 大使命的完成 不是靠几个宣教士 而是依靠教会全体的动员 你知道全球有多少基督徒吗 31% 这意味着 如果每个人传福音给两个人 大使命的完成 并不困难 但问题是 是不是每个人都承接起了 自己的那一个宣教的使命 大西雅图地区的华人越来越多 从那上回来 我一直在问自己 如果要让西雅图 15万的华人都听到福音 我要做什么改变 我们一起来为西雅图作为全美基督徒比例最低的城市来悔改 我们可能觉得 这不是我的责任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跟随耶稣 顺服基督的使命 我们不可能不认真的思考 为什么我们所生活的地方 基督徒的比例如此之低 你应该做什么改变 来宣扬和展现 耶稣的荣耀 如果这15万人在将来20年都可以成为基督的门徒 所带来的年代影响 对亚洲 对世界 对神的国度 意义是什么 你们数学比我好 可以去算一下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当教会全体动员的时候 可以产生的影响 比全世界所有的宣教机构 现在所做的远远大得多 那今天我们没有小组预查 但我会预备一份小组讨论的材料 供下周的时候大家小组聚会的时候使用 那这个讨论呢 主要是为了消除大家的一些误解 你如果觉得说 哇 我不传福音 我觉得非常内疚 那你要参加这个讨论 因为这个讨论会说 有人会觉得说 我不外向 或者我没有说福利 那我不擅长传福音 或者是我还不够了解信仰 我没有信心说清楚福音 也没有信心 人家问问题的时候做回应 或者是 如果别人不想要 我不应该是强加给他 或者是我特别是一个 避免冲突的人 我不想让觉得别人感觉很尴尬 或者不自在 如果这是你的问题 这个讨论会告诉大家 传福音不是一次的活动 不是讲述一个教义 不是要完成一个交易 也不是讲死后上天堂的好消息而已 传福音是一个旅程 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分享彼此的故事 是生命与生命的同行 是建立社区 是发展友谊 是宣扬神国度的好消息 如果大家在下周一次讨论之后 需要觉得需要更多的装备的话 我们其实有五次的装备讨论 可以以小组为单位参与 并且希望大家说可以共同寻求 我们小组可以怎么样做一个 使命的群体 我个人在传福音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当我为了完成一门课程 他要求我在三个月 跟二十个教会之外的非基督徒 来谈论信仰 并且写下反思和感受 所以我那时候就带着孩子在Playground 跟不同的家长来跟他们聊天 问他们问题 然后分享我的故事 之后二十个人之后 我不再有惧怕 所以大家下周讨论之后 今后你们半年三个月的时间 跟你们二十位同事 朋友 亲人 邻居 开始这样的对话 建立关系 建立友谊 写下反思 我相信你会发现 当我们每个人愿意承担福音使命的时候 神会让你的信仰成为生活 生活成为使命 主就常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谢谢你 你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来感动我们 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 来呼召我们 承接福音的使命 因为我们都愿意做你的门徒 也愿意万民做你的门徒 求你兴起我们 帮助我们 装备我们 鼓励我们 带领我们 谢谢主 我们将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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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